再来看看第四章里面的第二节 那么这一节呢讲到还是内存管理啊 那么内存管理里边的一个叫Auto Release Pull 顾名思义了 Auto是什么呀 自动 自动的是吧 Release就是释放自言 Pull呢 持的 是吧 持的 自动释放持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内存管理 我手动就像我们上节会讲的一个例子 说有人来了就 就按一下那个开关 是吧 有人走了按一下另外一个开关 那有人忘记按了怎么办 我们那个灯就关不了了 是吧 就像我们刚才 印译到内存管理里边一样 有人在Retune 有灯在Release 那如果我们这个Release 素数少了 Retune的多了 那这个内存就释放不了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在我们OC里边 那么高版本里边 它有这个叫ARC 就是什么呀 叫自动营业技术 就是说你这个内存管理啊 你不用在Retune啊 Release啊 这些都不用调用了 所有的事情我来替你完成 那么在我们这个 这个Cooksard里里边啊 它也有这样一个特性 叫Auto Release Pull 那么这个内存管理呢 一般也可以使用自动内存管理 那么怎么样管理呢 它里边有一个大池子 怎么做呢 就是你这个声明一个对象之后呢 你设置它是Auto Release Pull 调用我们那个方法 调用这个方法之后呢 它自动怎么样呢 把它放到这个池子里边去 反正程序结束的时候 我都要把池子里边 所有的一些对象怎么样呢 给你回收一遍 这好不好呀 好还是不好 小说你觉得这个好不好 好 好吧 好是吧 有什么弊端呢 肯定有 但我不知道是 你不知道有什么弊端是吧 这个当然是好了是吧 对我们懒人来讲 那就是直接调用的一方法 是吧 Auto Release 完事了 所有的什么 我也不用考虑 Retain啊 Release啊 这些方法 但是一个弊端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 比如说我们系统里边 有这个极端一点 有十万个对象 十万个对象会怎么样 都放到一个池子里边 那池子得多大 特别特别大 是吧 特别特别大 一会儿我们那个内存不够用 是吧 为什么现在说 我们这个说那个手机 有什么8G的 64G的 16G的 是吧 有128G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内存呢 内存越大 当然这个速度越快了 内存小了 它就要和硬盘去倒腾那点空间了 懂事的意思吧 明白 我这个地方没地儿站了 什么先放到硬盘里边 然后呢 倒出去之后再倒进来 这个就速度比较慢了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Auto Release Pool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Pool Manager 它的一个实力 Auto Release Pool 它是一个自动释放时 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是一个对象的容器 可以将 放入其中的对象 自动释放 有点像Java里边的 这个垃圾回收器 不过这个Auto Release Pool 还需要手动来维护的 那么在讲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 影音技术 这样一个实力 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类 叫GetInstance 这个方法 或者这个函数 它反合这个类本身 那么我们当然需要 New这个类 是吧 New这个类 然后呢 我New完了之后 这个类到底什么时候 去把它删除 什么时候删除 但是我这张 New完了之后 我不确定 这个类什么时候再使用 这个方法 一旦调用完了之后呢 什么时候它不用了 我并不确定 懂我说的意思吧 那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这个内存就泄露 那怎么办呢 我一个更好的办法呢 就把它调用一个方法 叫Auto Release 我告诉你 它是自动释放的 这个对象 你调用完了之后呢 它自动的放到 这个池子里面去 反正这个我们程序 结束的时候 你得清理这个池子 要被这个对象 释放掉 那么也就是说 上边这个代码呢 返回一个MyClass 这样一个对象 GetInstance这个方法里边呢 使用New 创建了一个对象 不是New 创建一个对象 对象的影音技术 就为1了 那么这个对象 什么时候 调用Release来 这个 将这个影音技术 不简易呢 如果在方法里边调用 我这点直接就调用 New完了直接调用 那这个对象 立刻就被释放掉了 是意思吧 我再来调用的时候 它就不能再 反过这个对象了 那么怎么办呢 影音技术为0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调用这个Auto Raise 我当时呢 反正也不释放 就是你告诉你是自动释放的 一旦你调用了这个方法 它自动的这个对象 就放到了这个池子里边去了 懂我说的意思吧 嗯 那就是 其实有很多啊 类似像这样例子 我们有很多啊 我们上节课 给大家讲的这个有关这个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代码 备对了没有 第一节的 我这样 先减一个code 把第一节的代码放进来 好吧 这是第二节对吧 嗯 我记得在前边 我们讲这个 对象数据化的时候 我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 嗯 这个RD下边 我们随便着急 比如说菜单 菜单有一系列创建方法 有没有 create是什么 是吧 嗯 我们看create怎么样实现了 找到一个new 看这个有没有这个new new一个menu 在new完了之后呢 后边立刻调用的是autorelease 而不是调用 因为new完了肯定要release对吧 嗯 否则的话你的语言技术就不能保持平衡了 那在这如果是release掉了 这个对象就不能再返回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怎么样 告诉它是自动采放的 自动采放的 自动采放的 好 那么 这是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写啊 也要中情这样一个规则 这就是自动采放 下边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你这个autoreleasepro是怎么样实现的 我们看看它的原网 嗯 在什么地方呢 找一找 是吧 在我们的壁纸下边其中有一个叫cc ccautoreleasepro看到这边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警告不要创建一个autoreleasepro在hap里边 呃创建它这个stack里边 也就是说你不要在对内层里边创建这个autoreleasepro要在stack在那层里边创建 那么下边说给它起个名字 这是两个构造函数 另外一个是构构函数 这里边有一个add object 那么看一下这个什么时候的调用啊 我们先去看这个它里边这个 我们能找到那个 这样 我们去找 ccreference 这都这个相互关联者 我们有一个叫cc biz下边的ccreference opqr 我们去看看如果我们调用autorelease它是怎么实现的 看一下啊 autorelease它首先它通过这个poolmanager get当前的一个pool 这里边其实是这样的嗯 我们这个自动释放时可以有几个 我画一张图啊我们在这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我这个自动释放时可以有几个 我们可以有几个保安 我们可以有几个保安 你觉得我们可以有几个保安 随便是吧 我想这个找几个保安就找几个保安是意思吧 有钱多找几个 有钱就多找几个是吧 嗯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呢 这个有一个叫poolmanager poolmanager 这个poolmanager是管理谁的 持着的一个管理者 嗯对 所以你有保安我有管保安的 等我说的意思吧 嗯明白 你这个是那个持着的的管理者 那么这里边是这个这个叫 auto release 这个pool 第一个 那我这里边还有第二个 还有第三个 是吧 嗯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等等等等 有一大堆 对吧 有一大堆 第四个 反正等等等等 有很多个 我这个池子呢 里边包含了这么多 auto release pool 然后呢 我在这里边就是 如果我想 我说有一个对象 我想放到这个池子里边去 怎么放呢 我先找谁啊 poolmanager 先找poolmanager poolmanager呢 从他里边拿出了一个 release pool 比如放进去 看这个啊 嗯 得到他的实力 然后呢 再找到当前的poolmanager 哪个哪个这个保安指板 是吧 嗯 拿到当前这个 拿到当前的这个你看 拿到当前这个 auto release pool auto release pool里边又调用他里边的什么呀 这个 add obj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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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加的 这个是manager object 它是一个向量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类似像数组这样一个容器 把所有的对象都放到这里边来 是吧 如果不用的时候呢 最后程序结束的时候呢 它会清空 清空这里边的这个这个池子 我们看一下 autorelease pool里边 有方法有添加 可能有删除啊 删除我们看这什么地方 这里边有个方法叫 is clearing 是否被删除掉了 被清空 这个dump就是怎么样了 就是dump就是清空的意思 清空所有的对象 当前放进这个release pool里边的这些对象 调用dump 所有的都清空掉了 那么通过刚才我们这个代码分析啊 理解了这个 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没有 就是 首先我们这个对象要想要想怎么样 要想自动释放应该放到这个自动释放池里边来 自动释放池又由谁来管理啊 pool manager 就是刚才我们画的这张图 看看没有 嗯 它是大管家 它又管了很多小管家 是吧 小管家又管了很多对象 对吧 这个池子里边有很多对象 OK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啊 那么 刚才我们说这个 AUTO RELEASE MANAGER这个实例啊 刚才给大家解释了这个怎么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有关这一集啊 内存管理里边的自动释放 我们就讲很多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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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